一个貌似耶稣的小偷晕睡在地上 被一个缺胳膊断腿的猪儒发现 一群儿童们把小偷绑在木头十字架上 用石块击打 小偷醒来喝退小孩 与猪儒结伴去了城市 城中正进行一场疯狂的庆典 一些人被射杀 伤口喷出黑色的雀叶 人们举着被开膛破肚狗的尸体游行 鸟雀从尸体的心脏中飞出 士兵当街强奸女人 众人高兴的围观拍照 马戏团中大量蝉雏穿着印第安人 以及欧洲殖民者的服装在混乱中被炸得粉碎 貌似耶稣的小偷爬上戏台 学着蝉雏乱叫 快哥看到这儿 魏黎已经在翻江倒海了 不知道导演是有多强大的心理素质 才能拍出这么血腥又荒诞的影片呢 小偷在路过基督出社商店时 被挤穿着古欧洲服饰的店员灌醉 然后按照他的形象 制造出了无数个耶稣的模型 小偷醒后愤怒地砸了所有模型 之后他看到了将假眼挖出放于进你之手的老人 满屋纸质的耶稣像 亵渎耶稣的神父等种种景象 这些画面都不堪入目 令人作呕 杀戮滥娇的景象 丑陋混乱的社会 毫无秩序与道德可言 小偷在众目睽睽下 爬上了一座能生产黄金的高塔 塔内的树士通过一系列让快哥目瞪口袋的工序 从小偷的粪便中提炼出了金子 快哥看这片子时是包着一个桶 随时准备吐的 如果不想你的眼睛被污染的话 就赶紧去看看 唯美纯爱喜剧电影来净化一下心灵吧 树士用占星术确认了几位门徒 他们是生产面具的商人 武器商 艺术家 玩具商 政府顾问 军队长官和建筑师 其人分别代表不同的行星 影片挨个介绍了这些门徒之前的生活 总结下来就是各种肉搏绽 白花花的肉 以及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性暗示 虽然听起来很有人 但是快哥真的不觉得画面很美好 快哥只想把眼睛闭上 让这部电影赶紧结束 最后树士把这些掌控国家的人物 积聚一起 抛弃一切之后 向传说中的圣山进发 寻找不朽的秘密 最后这些沾满罪恶的信徒 踏上了圣山的顶峰 然而他们并没有寻找到所谓的救赎 快哥吐血劝告各位 如果你不是中口味电影的癫狂爱好者 不是电影学院的学生 不研究宗教历史 千万不要看这部电影 这也被快哥列入 看完一脸懵逼的电影系列了 导演想讽刺一下基督教 宣言宗教无用思想 但是看完这电影 快哥这个脆弱的小心脏 估计是听不过今晚了 电影展现了大量血浆 残肢断壁 赤裸兴气等特写镜头 虽然听起来露骨 但是快哥好心提醒 这篇不仅仅是中口味那么简单